米莱执政满百日 傲视金砖群 疯狂施好美国 大刀破斧改革下 阿根廷如何了 野心与困境交织 米莱如何带领阿根廷走出危机 大家好 我是海河 最近那个脚踢金砖群遥望西方门的阿根廷总统米莱 迎来他百天上任期 一般来说上任的前一百天是执政的灭期 然而对阿根廷人民来说 这段时间可谓是天翻地覆苦不堪言 这位阿根廷新总统继承了新冠上任三八火的美德 带着他的阿世精神胜利法抱着高度自信的姿态 对阿根廷大刀阔斧的改革 期望书写阿根廷新的历史篇章 然而回顾商人这一百天来 米莱是一件好事也不干 全霍霍老百姓了 对内加剧国家内部矛盾 将地方州与政府矛盾搞得僵化 对外也没闲着 今年初第一件大事就是把刀挥向金砖国家 宣布砍掉计划 拒绝加入金砖群 将前任总统的努力复之东流 对此阿根廷外交部长还找了开脱的理由 他傲慢指出 金砖国家主要是搞政治关系 与这些非自由国家合作没有任何好处 简而言之就是金砖国家再搞政治联盟 但我们绝不屈服 绝不站队 而等都不自由 我们要投靠自由的国家 比如美国 如此大张旗鼓直接撕破脸皮 跪舔美国的行径 让世界为之一振 那么疯狂示好美国大根廷 能否得偿所愿 细数米来就职后公布的一系列举措 安安庭人民就越发抓狂 裁剪政府工人 废除央行 腰斩彼锁汇率 支持人体器官买卖和枪支合法化 国有媒体和上市公司私有化 每一项都是不可思议的行为 却接连在阿根廷上演 同时米来还放话要大搞休克疗法 企图以激进的经济政策去刺激阿根廷经济 疯狂的举动让米来在江湖中 喜获特朗普阿根廷分谱的称号 一通折腾下来 光寒自由的米来政府不仅没有挽救经济 反而把国家推向新的困境 数据显示 今年2月份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 已经高达276% 失业人数增多 物价飞速上涨 人民迎来至暗时刻 国内祸患完了 对外经贸发展也没闲着 当下美国正加大对中国的围堵 当谈论私企与中国的合作问题时 阿根廷外交部长发表了 著名的企业自行决定贸易对象的言论 并假惺惺的表示 我们不会像前任政府一样 去干涉企业向谁购买 以什么价格购买 阿根廷是自由的 政府不会干涉 然后转头就跑去了日本 与日本外相上川阳子举行会谈 宣布日本与阿根廷 有着共同价值观和原则的伙伴 一般来说 政府就是国家的风向标 日本作为亚洲美视自由的标杆 为了向美国示好 地投名状 阿根廷直接宣布 与日本有着共同价值观 这种环境下 私企要不要冒险与中国合作 就得掂令一下了 商人满百天的米台丈夫 随着干额的推进 新政内容已经支撃破碎 如今米莱深陷困局 不仅国会阻力不断 他仰仗的人民支持率 也在逐渐下降 野心与困局交织下 米莱如何摆脱困境 带领阿根廷走出经济危机 我知道你很着急 但是你先别着急 好 本期话题就说到这儿 跟你们就说到他 健康团局 那员 感谢观看